-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芝芸,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第二要介紹的是我們的財經專家林永明 永明哥好 志祺來賓大家好 還請到我們汪傑銘,傑銘哥你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商周總主比呂國珍,國珍哥好 志祺好,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政治學教授蕭玉和,玉和哥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們首先趕緊帶大家來看看 大家今天早上看了沒有啊 這個美國總統的第一場的辯論會 川普跟拜登啊 我們看到他們這個言辭交鋒 但是是不是高下利劍 現在有一個詞 在這場辯論會結束之後啊 大家這麼說 那叫做首戰集中戰 什麼意思啊 辯論完之後大家心意已決 好,要投誰 你現在快點投 我們要換總統 好,我們來看到他們談了什麼 當然包括了地緣政治 包括了經濟的問題 包括了關稅壁壘會不會再度引發通膨 包括了移民問題 其實雙方都有交鋒 但是呢 他們到底說了什麼是重點嗎 因為大家都在觀察說 拜登總統是不是真的年事已高 應該要回家安養天年了 因為他在整個表現當中出現了一些停滯 出現了一些 可能話不是說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人講了 看完了之後啊 民調馬上出來 馬上拉開距離 我們怎麼觀察這樣的一場辯論的結果呢 運河 我們看這個總統大選的辯論 第一個我們會看到說 這個辯論會其實是空前的早 比過去都還早 過去都是九月才開始 我們現在才六月 整整提早了兩個多月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 兩個人在黨內 其實都已經沒有重要對手了 後面都是走過場而已 乾脆直接開始 直接先來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這個數字 這是辯論完之後 立刻及時最新數字 川普呢 馬上大家認為他表現比較好 百分之六十五 然後拜登只有百分之二十八 本來我們看到在這個辯論之前 他們的民調好像伯仲之間 辯論完之後 馬上拉開差距 喻合哥怎麼看 我們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 之所以會有這個差距的原因 我們會看到這場辯論會裡面 他的議題的設定 其實拜登是被川普帶著走 這兩個議題的設定 第一個就是說你的經濟不好 跟有色人種的生活 是被綁在一起的 第二個 現在美國在世界上面面臨的這些狀況 跟你的領導人的形象與能力 被綁在一起 這兩個東西 其實都是川普所設定的議程 所以拜登就變得有點像是說被拉著走這樣子 這跟四年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四年前我們知道因為有疫情 疫情重創經濟 然後有色人種 又是經濟受創的最大的受害者 這一般被認為是川普當年敗選的主因 因為美國人人口結構其實是在改變的 就是說黑人拉丁裔 拉丁裔族群 他們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是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第一個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兩個議題被綁在一起 你的經濟狀況跟你的這個有色人種的生活 這兩件事情被綁在一起 那拜登這邊當然就是說強調說 他對黑人是做得更多的 包括說這個種族隔離問題正在減少 這個兒童保育的這個補助是在增加 那川普怎麼談這個議題呢 他就直接告訴你說有色人種需要的 不是這一些特別的補助或者是優惠 他們需要的是經濟變好 而現在的高通膨跟高物價才是他們最關心的議題 你看我們我們看這個經濟的這個狀況就跟有色人種的生活狀況 就被綁在一起 那拜登對他來講這叫做現任的包袱了 對就是說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攻守異位 上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拜登其實是挑戰者 所以經濟狀況這個東西現在對拜登來說 他就變成了一個包袱 當初怎麼樣質疑川普的 現在重新拿來質疑拜登 而且更重要的是川普把這個議題又延伸到共和黨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主張就是在移民政策上面 他們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這一次在從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這個辯論裡面拜那個拜那個川普還發明了一個新式 叫做拜登移民犯罪 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不只是移民的犯罪 而且這個移民犯罪其實是拜登造成 拜登讓他移民 也就是說拜登錯誤的移民政策 造成了美國的犯罪問題 這是川普希望讓他的選民 讓美國的選民去把他連結起來 我們會看到拜登在這件事情上面 依然沒有辦法做一個比較有效的訪問 他有點被罵到啞口無辱 對 所以說就是說拉回到這個 就變成說拉回到這個移民的議題 那這個移民的議題當然 這個川普這樣子做是為了要鞏固 這個共和黨選民的基本盤 玉和哥那我問一個 這次地緣政治我們看到川普也攻擊了很多 他說現在全世界大亂都是因為拜登的無能 對 我們會看到這個地緣政治 基本上也是照著川普所設定的 這個議程種 就是說川普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任內是沒有任何海外戰爭 對 那為什麼你拜登一來 就馬上來了一大堆 四處都在出國 他說我在任的時候你看普丁多乖 他說一換總統馬上他就打烏克蘭 所以川普的歸因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 普丁也好 習近平也好 金正恩也好 他們都不尊重拜登 對 所以拜登 川普所要傳達的一個訊息是 現在世界會這麼亂 不是美國的問題 而是美國領導人的問題 這就是川普在這次辯論會裡面 所設定的一個議程 那這個議程設定 我們會看到拜登整個是 完全被帶著走的 甚至是說川普批評拜登說 是滿洲候選人 就是說你有收中國的錢 然後就是說你沒有辦法維持 美國一個人的領導人 他說拜登就是在中國有拿錢 所以他是中國的傀儡 對 有點像是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指控當然是見仁見智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場辯論會下 我們看到這個議題 整個議程設定基本上 是被川普帶著走的 經濟問題一定會影響大選 這對現任者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拜登守不住 經濟不好 大家就傾向投給在野黨 換一個人來試試看 對 所以這次的一個辯論 我們就請這裕和哥你說誰表現得比較好 當然是川普了對不對 主要是議程設定這個議題設定 他就完全把這個拜登帶著走了 好 那這是這一次的一個辯論 當然這個現在還沒有投票 那麼中間還有很多的變數 我們再來觀察 但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是 到底怎麼影響我們的投資 趕快有請永明哥 我們來看現在大家要做兩手準備 因為之前看到民調就五五波 所以我就到底誰出現 然後我要怎麼樣做我的投資調整 有人這樣說 他說大家做的準備 還有一個這個叫我要做空長期的美債 因為他們覺得說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可能又要開始大發債 所以大家要開始做空 然後但是大家又覺得害怕 所以那個恐懼指數 VIX的波動又開始有了 所以到底是誰當選 對金融市場的一個投資人來講 會比較好 我個人是認為第一個 川普如果當選的話 不管是對股市對經濟都是不利的 但現在問題就變得很吊詭 也就是說大家是因為經濟不好 通膨的關係 而不支持拜登 而支持川普 可是你擺明的 我們華爾街的人也好 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其實都知道 如果說川普上來的話 其實真的整體對經濟不好 那為什麼你還要投他 可是川普當年是把美股推向高峰 但是各位要記得 當年的狀況跟現在不一樣 第一個經過了一個疫情之後 整個通膨起來 所以這一次成也通膨 敗也通膨 就是說第一個 川普上來的話 對通膨一定是加 一定是增加的 因為他關稅又來了 對 但是現在的人民 他看不到這麼多 所以我必須要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美國非常大 華爾街不代表整體的美國 真正能夠投川普票的人 搞不好是在美中那一區 那那一區的人關心的議題 很可能才是整體的 普羅大眾的美國在關心的議題 所以回頭來講的話 如果說今天假設拜登 最後能夠逆襲勝的話 當然對股市的變數比較少 因為馬照跑舞照跳 就是維持原來的一個方向 你頂多就是說 現在有一些擁擠交易 比如說AI的過熱 或者是什麼資金集中在 比如說大型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尖牙股這一塊的話 很可能他們暫時之間 會有退燒 但是不會原先 不會去改變主流的方向 那個方向趨勢是繼續 對 但是如果說 今天假設是川普上來的話 如果如今天這個 所謂的守戰型中戰 剛剛教授所說的話 全球的金融市場股市的 變數很大 很可能就會有所謂 灰犀牛的事件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我們先來講拜登的部分 這個就是維持在 現有的基礎之下 在做的一個事情 這就是如果拜登當選的話 如果以拜登的邏輯來講的話 現在他大概基本上 還是維持了通波 慢慢的緩步往 這個所謂的2% 這個CPI的一個增幅 往2%來走 但事實上的話 因為現在基期都墊高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 真的是堅持2% 大概是維持在3%左右 那這樣快對股市來講 是一個非常健康的 金髮女郎的經濟 對 就是失業率相對不高 但是經濟有時候當 但是所謂軟著陸 而不是硬著陸 那大家基本上都有飯吃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年年初一直統計 比如說美股統計到6月25 台股統計到6月26 各位可以發現 肺半漲了3成 台股大概漲了2成8 那台股裡面最重要 就是跟著肺半走 比如說NVIDIA跟台積電 這個大概就吃掉 我們指數很大的一塊漲幅 那剩下來各位可以去看 裡面納斯達克18% 因為這裡面有蘋果 有特斯拉表現比較沒那麼好 但是他們的比重也很高 然後另外的話標普14% 道瓊其實基本上最少 這個就是原先的一個架構 那如果我們回歸到 台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現在比如說 到了23,400點那一段 那個是怎麼出來的 第一個我當初在射算的時候 就把台積電的1000 連發科的1500 這個廣達的300跟鴻海的200 如果我們套公式進去的話 會算出一個叫23,200點 那當然你把其他的股票加進去 就會有類似這樣 那現在唯一沒有達標的 只有台積電 台積電還沒有到1000 其他我剛剛念到的數字都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有一點點 是相對比較是滿足點 短線的滿足點 那如果過熱之後的壓回 基本上應該是月線 如同上次所說的 就是以月線降溫之後 那回到了月線的話 大概就是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內 會再創新高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走法 股市不可能永遠直漲不跌 但是如果是川普的話 各位就要特別小心 他有三個主要跟股市的議題 第一個的話 他是全面性的減稅 可是各位要知道 美國哪來的錢可以減稅 對不對 你沒有錢 所以你勢必要去發展 而且如果川普上去的話 第一個總統是你 然後共和黨在參議院 又領先 就是掌握 對不對 所以你總格一條邊下來的話 你勢必會把舉債上限給提高 對 那你把舉債上限給提高的話 美債就不值錢 美債就不值錢 那除非你發短債 可是大家對長期的債信來講 一定是看不好 所以為什麼可以做空長債 類似這樣子 那回頭來講 現在我們國內有非常非常多的投資人 在押注因為降息之後債券要反彈 對 所以那一批錢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才是最大的金融灰犀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調高進口關稅 美國人明明覺得拜登會造成通膨 對 對 可是如果你川普上去的話 你就明明的要調高關稅 對 那你所有的進口物價就上來 好 我們先來講 減稅一定會造成美金的下來 是 因為美國的這個債信的一個問題 美金就下 美金下來的之後 進口的這個成本就墊高 對 那你又提高了進口關稅之後 你不是就墊更高 那他那個通膨又要繼續往上 你通膨一定更高 所以美國人想不到這件事 他基本上他就是你看到眼前的通膨高 他沒有想到我選你之後通膨會更高 很多人說那你不會 你就少了一些綠色通膨的概念 對 就是不需要去課探稅等等 但是那些跟進口關稅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進口關稅不可以小看 第三的話就是干預費的降息 他之前當總統的時候就一直這樣 對 好 那大家就在想 那我干預降息的話 是不是就把所謂的利率壓下來 值利率壓下來 那通膨會再起 對 所以一消一漲之間錢會往哪裡跑 不會往債跑 他會跑去黃金 因為你美債不值錢了 所以你就跑去黃金抗通膨 所以黃金來到了所謂的一百日線的時候 就變成是一個長時間的好買點 那台股如果碰到川普 聲勢越來越強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月線可以解決 那個就是季線的問題 對 所以那當然季線還算健康 因為從高到低的話 季線大概就是回漲10% 這個也算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健康修正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從後面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金融市場最大的一個部分 會心有應該是來自於債券基金 這麼龐大的金額 到時候撤出會不會造成了 你說美元下來日元反彈 然後借日元去放空的人 那是不是又產生了 國際之間很大的金融動盪 所以我們一個 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現在開始有點準備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越接近選舉 然後川普看起來好像要當選的時候 拜託你手上的東西趕快調整一下 要調整 因為現在我覺得大家除了手中有很多的台積電 然後台積電都沒有出市以外 另外一個大家在等的東西 其實就是美債 大家一大堆債 美債趴了很多的錢 所以債怎麼辦你幫我教大家 換去黃金 對 我會建議這樣子慢慢的去測 就認虧吧 換去黃金 因為這個部分債現在賠率很低 所以賠率很低就是全世界人都看好 對 那一般來講我們全世界看好賠率很低的東西 常常容易翻盤 當然台積電例外 因為台積電是有很強的 那如果拜託繼續當選的話就透董沒事 對 但是我覺得後面的民調看起來不可 他看起來很漂亮 對 這個不是很樂觀 對 好 非常謝謝友民哥 我們再會請這個節目當中持續請友民哥來教大家 怎麼樣調整 那當然現在還沒有選嗎 你現在就放在心上 那到時候你想好到底要怎麼個調整法 如果真的要認虧的話就心一狠 趕快換去更有機會的地方 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是這一期的商業週刊的封面故事 繼續帶大家看看AI我們還有什麼樣新的一個角度來觀察它 這是台灣掏金的新密碼 AI的算力 最近相關於AI我們帶您看美國又對中國出手 OpenAI有一個全新的一個宣布 那這個宣布呢 雖然它沒有直接說你們中國人不准用 但是差不多那意思 所以從7月9號開始 中國不能用OpenAI了 你知道現在中國有多少新創企業 他們是接上OpenAI在做它的事業 好 這群人都會受影響 好 不能用AI了 但同時間台灣的AI真是不得了繼續在 往前進 大算力時代他們說整個高雄 都會變成AI的一個實驗場 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問果真哥 對 AI已經進入了掏金二部曲的階段 那小新黃仁勳其實就把 AI的資料中心蓋在你隔壁 我不是開玩笑是真的 要小心是不是 對 因為黃仁勳真的就在你隔壁 像板橋就有那個餐廳的二樓 其實就變成是AI資料中心 買了很多的NVIDIA的GPU 在裡面也提供算力 讓你訓練各種AI出來 那其實全台灣 所以以前是開網咖 現在是AI算力中心 對 這樣也能夠成為服務 所以在板橋市區就有這樣的地方 那全台灣現在是遍地開花 而且是台灣本土業者也投 你也看到蘋果這兩天也宣布要來台灣蓋資料中心 所以是遍地開花 當然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們看到這張地圖 其實台北1其實就在高雄 所以台北1不在台北 就是那個房子裡面是台北1 那旁邊那一個 不是 陳其邁沒有想把它改名嗎 高雄1 也可以啦 也要高雄1在台北 在南港 那旁邊那一坨 那一區的那一堆綠草 其實就是鴻海要蓋的4608顆GB 200組成的酸粒中心就在這裡 那整個加起來 它是全球第9塊的超級電腦 那我這裡要解釋 那不是資料中心嗎 資料中心不是吃電的怪獸嗎 當我們走進去看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當然台灣最有名的資料中心 以前最有名的在張濱工業區 我就不好意思指哪家的 我到那個地方去 冬天你去的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東北季風很大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張開嘴巴 因為吃了滿口都是殺 那那邊也很難找到工人 因為騎這摩托車 從鹿港鎮區到張濱工業區 本來如果夏天是騎30分鐘 你冬天要騎一個小時 因為東北季風太大 你走四步要退一步 然後你一個不小心 還要被大風吹到那裡 你是講真的假的啦 是真的 是真的 那個其實非常靠海邊 是天涯海角 天之涯海之天的資料中心 那跟台灣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讓你上網 跟把雲端放在資料的地方 跟現在的資料中心最大的差別 我講了這麼多笑話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那裡不會創造出AI來 這個地方會創造出AI來 因為最大的不同 就是張森城市AI誕生的時候 這樣的資料中心 是在設計AI的 所以整個高雄會變成怎麼樣 都會變成黃仁勳 跟鴻海的訓練AI的地方 那為什麼要這張圖 要來講的是 遠方還有個黑色的房子 還有個建築物 未來那裡要停泊25萬噸以上的 超級大郵輪 不是載有的是載人進來的 所以很多國際觀光客會進來 所以黃仁勳的第一步是什麼 是在高雄訓練辦演唱會的AI機器人 所以很多的觀光客 不管是坐著飛機進來 坐著郵輪進來 坐著高鐵進來 坐著鐵路進來 或是自己開車來 AI就開始為你做服務 你需要什麼樣的服務 AI就開始幫你做運算 那你聽完演唱會 要疏散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所有的智慧 智慧交通系統弄好了 但是鴻海有興趣的地方是什麼 鴻海在高雄做電動車 也做智慧交通系統 所以鴻海的電動車跟自駕系統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實驗 所以當你這麼多人 看完演唱會之後 鴻海的電動巴士 自駕巴士就開始 就開始為你做服務 那都完全AI化 所以整個高雄市 都是AI實驗場 那鴻海在大寮的高 核發工業區也會在那邊生產電池 或者是伺服器 也會訓練 那個NVIDIA的 TWINS的季季工廠 所以他也會實驗無人工廠 所以黃仁勳說 這個商機是50兆 是已經在高雄開始實驗了 所以當然 同志賢講一句話沒有錯 不要說台灣現在說我們有AI 台灣很不AI 因為我們只有AI代工 但是這個地方要開始訓練出 各種的AI機器人出來 所以以後台灣的AI的那種 非常落地的一些應用的話 現在高雄是一個大的實驗場 整個高雄就在實驗場 所以我剛才講的 在訓練可以辦演唱會的機器人 鴻海未來不是在訓練 只是在賣電動車跟滋味 這也會是高雄整個大翻轉 以前大家覺得高雄 就是做一些傳統產業 現在完全不一樣 它是要做一個完整的產業 所以鴻海不是在賣那台伺服器 而是告訴你 出口的時候 我是賣你整套服務 我是FSD自駕系統 而且AI機器人訓練出來的 我不是在賣你工廠 我是在賣你整套服務 所以為什麼夏普 要改成資料中 也是在實驗中這件事情 所以鴻海是全面性的 要改成資料中心 不是要賣硬體 是軟硬都賣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黃恩勳的到哪裡去吃 Computex最熱衷的時候 可是他帶了快兩百個幹部來 其實在同一個時間 是全台灣到處跑片片 那其中有一個行程 是他的副總裁 全球業務副總裁 就看到這個女生 就跑到長庚醫院 他也去做什麼 未來醫院裡面的機房 會比開刀房還要多 當然這是有點誇張的講法 所以郭忍跟你說 上回黃恩勳來的時候 他的專機上 還有好多他的高階主管 大家一起來 我們都以為他來集合玩 我們以為只有他帶他家人來 沒有啊 當然不是啊 是全台灣鋪天蓋壁 可以談新的聲音跟新的應用 所以到了長庚醫院是做什麼 長庚醫院也要做 GV200的資料中心 他也要搭建藝人系統 空地都準備好了 都弄好了 而且長庚醫院是很早以前 就開始在黃恩勳 開始導入第一代 就是那一台 給馬斯克簽名 那一台伺服器的時候 其實長庚第一個時間 就已經開始導入了 那長庚做什麼 當病人有感染的時候 我舉幾個例子 病人有感染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訓練AI 怎麼樣處理感染的問題 可能有肝病或骨骼有問題的時候 他開始可以判讀 所以他會訓練出AI的所謂的 骨科醫生 助理骨科助理醫生 AI的感染科醫生 所以整個長庚醫院 現在是一直在蓋機房 是在訓練各種AI 重點是他在訓練AI 不是只是上網功能 他訓練AI 所以以後長庚醫院會做什麼 可能他會出口的是AI助理醫生的模組 給別的國家去用 這很好 對 那我們還看這張圖 所以光這台超級電腦 多少錢50億 所以你不要看下面那張照片 為什麼要特別拿那張照片出來 超級電腦跟AI 未來會非常的貴 蓋一個資料中心 會像蓋晶圓廠一樣貴 訓練AI會像生產先進晶片 一樣的困難 所以這些行業都AI 台灣有機會變什麼 AI的代工大國 而且這個商機是20年吃不完 好棒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AI真的要落地了 而且落地的商機 台灣都吃得到 直接在台灣做實驗 揮答跟台灣深度合作 還有什麼商機 我們再持續來看 好 那麼剛剛我們看 國恩哥提到了 鴻海在高雄要開始實驗AI了 那我們就繼續帶你們來看看 現在的劉揚威董事長 趕快解決鴻海的問題 200塊已經站上了 下一站要看300對吧 所以他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他最近 常常人不在台灣 他在日本 在日本就解決鴻海的脫油瓶 好這個是夏浦 那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夏浦最新的一個 這個股東會 把劉揚偉選出來 他除了是鴻海的董事長之外 他要當夏浦的會長 直接來好好解決一下 夏浦的問題 夏浦也要轉型 變成一個AI的資料中心 那到底夏浦他怎麼解決呢 這樣一個轉身 真的可以轉出了另外一片天嗎 傑民哥 郭台銘留給劉揚偉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股價200塊 劉揚偉已經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把中國工廠 有效能夠轉移到越南跟印度 那是進行式 那當然其實當時還有一個題目 是要丟給劉揚偉 這是跟郭台銘沒關係 就是要半導體 是希望鴻海將來能夠一條邊 在上游部分 也能夠做到上游製造 那現在這還是進行式 不過在印度是踢到一個小鐵板 但是我覺得純粹是真的 郭台銘送給這個 鴻海的大災難 應該是併入夏浦 這是絕對不正確的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說真的 鴻海的產業跟夏浦的 這白色家電 其實是打不上關係的 雖然郭台銘是希望自己有品牌 那當時郭台銘會是買夏浦 其實目標就是針對韓國三星 因為他跟三星有仇 所以三星有的東西 郭台銘都想要有 那他不能幫他做 那你知道三星有白色家電 那他沒有白色家電 夏浦有 所以打算用夏浦來壓制三星 就全面碾壓三星 正在穿出來 鴻海還要打算做記憶體 在之前有談過這樣的訊息 所以沒想到這個事情 不但沒有幫助夏浦 因為他們當初打出一個口號 叫做高貴不貴 對不起夏浦的東西 就是要高貴很貴 他個性 他就是那種 你知道走在尖端 丁字塔頂端 人家才去買夏浦以前 我們在百貨公司的時候 第一個映入眼簾的 不是三星 是夏浦那個高解析度電視機 那你可以看到 不要看那個價錢 你會看價錢 你會倒抽一口氣 可是很多有錢人家 就是要買夏浦這個品牌 因為他覺得夏浦貴 放在家裡面 我有那個身份 索尼夏浦對不對 但是他們當時 郭台銘習慣就是 東西要便宜 就是這個高貴不貴 把這個夏浦害慘了 所以在他併入到這個夏浦之後 確實在2018年2019年 因為他把一些公司給收掉 創造短線的收入 之後就開始進入到災難圈 那當然對於永遠 這是一個叫做不可能任務 我必須說一下 不可能任務 但是似乎在劉揚偉 還沒有正式成為這個 他現在沒有正式 準備要成為夏浦的會長 其實已經看到夏浦在這段時間 巧巧在改變了 那等我來跟大家報告 到底怎麼回事 好那當然你知道 在過程當中 你要結合鴻海跟夏浦資源共享 那麼劉揚偉就必須 站在一個戰略上的焦點的高度 因為之前代政務也不會就是 郭台銘旗下的一位大將 但是他的話 沒有辦法影響到鴻海 鴻海的這些公司也不會 我自己做得好好的 我幹嘛要跟夏浦合作 說日文 說台語 這樣不會通勁 所以如果今天 你真的要利用到鴻海的資源的話 對不起 只有劉揚偉輕真夏浦 你要有一個高度夠的人 可以做決定的人 對 你才能把其他的子公司 全部找過來 我今天夏浦要做什麼東西來 你過來 好 那當然先 這是以前代政務辦不到的 代政務沒有辦法 他必須要先郭台銘 郭台銘想選總統 也幫不上忙 所以這個解看起來 只能劉揚偉自己去搞定 而且其實劉揚偉 他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都不會懷疑 因為一開始他就打算 要降低成本 好 增加盈利 要增加毛利率 但你要知道 其實鴻海是買了一半 夏浦的股權 以及借工廠 所以你說這兩公司虧錢 最後鴻海也是要認列的 好 這個認列 對鴻海的未來的 這個獲利來說 他一定影響很大 所以在這次做決定 是劉揚偉成功佔了200塊 劉揚偉成功在AI部分 在高雄跟這個 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跟黃仁遜已經合作 對不對 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他說是什麼東西呢 他要把所有的這些大型的工廠 都要變成無人化 智慧生產 那如果擺在現在的話 你只是拿你鴻海旗下企業 做到關燈工廠 當然我們知道 最近他還在改變 他旗下這些面板公司之類的 但是你如果今天能夠拿到Shop 把Shop真的做一個徹底性的改變 成為真的所謂的智慧生產 關燈工廠的話 不得了了 這個恐怕對於鴻海來說 他是要拿下全世界的生意 你知道全世界這樣的生意 有多少家嗎 符合這個規矩 就能夠做到關燈工廠的公司 全世界有1000多萬家 這個市場有多驚人 所以這個情況下當然 你要先解決一件事 借工廠一定要處理掉 借工廠沒想到 這個跟國台沒關係 這借工廠以前Shop 就爭取到兩大優勢 第一個我們知道AI一定要耗電 那你以為做面板本來就耗電 所以借工廠之前就已經得到一個許可 它可以有一定高度的 額度的電力 但現在變負擔了 你要付電費 好那你把它轉成AI伺服計劃 那就剛好 剛好 第二件事他們在做面板過程當中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也有易冷的技術 易冷技術現在在台灣開玩笑 股票漲到眼淚流出來 你知道這種大型伺服機要的東西 就是易冷 所以這個劉安偉雖然還沒有當 就是Shop的官員的時候 他就已經指示借工廠往這個轉換 要你不可能說 我們距離的財產出 他可能關掉 馬上兩個客戶就來了 對不對 馬上KDDI 軟體銀行就來了 然後你一樣跟郭台銘 百分之有關係 公安有關係 我的重點在這地方 他就兩套路走 第一個讓借工廠 徹底變成AI伺服器 運算中心 你想看 今天Shop 所有得到的國際的資訊 包括鴻海得到資訊 直接在借工廠裡面 他轉換成AI的運算能力 再回饋到Shop Shop可以解決他所有客戶的問題 他包括人 車 家庭 還有我們說辦公室 在你這所遇到的問題 Shop的東西可以進來之後 他把你的資訊 再丟回進工廠 經過高速運算 然後再得到鴻海這些幫忙 所以華漢是關鍵點 華漢就是工業的地方 華漢其實在歐洲 他也有跟德國的一些工廠 做所謂的AI軟體的一個合作 所以華漢是將來 關燈工廠裡面 扮演觀角色 所以表面上講的是要做什麼 我們來唸一下 數位廣告實安監測 數位雙升 購物體驗 拜託 太客氣了 其實這裡面改變了 好 我們這樣講一件事 到時候Shop的業績會掉下來 但獲利會增加 它的虧損主要來自於借工廠 經常會結束之後 那麼鴻海執 Shop今年就今年 今年就會有大概50億日元的獲利 這金額不是很少 賺錢了 但是你知道以前是虧2000 3000億 這個是非常不得了 等於是從虧2000多億 變成賺錢 所以我看劉洋偉 這次趨勢老神在在 當然有人擔心一件事情說 那你虹海是替代工的 那你拿了Shop怎麼辦 其實不用擔心 其實他目標是要在全世界 都變成關鍾工廠 這是一個重大戰略 我拭目以待 如果這成功 那我不知道虹海股價 會不會扣上四字頭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 本來對於虹海來講 是一個 不能講說非常失敗 而且現在看起來 它是一個虧損的狀態 當然這個Shop 我們看到了 現在重新的 牛羊尾巴好好的整病 然後好好的把 這個不賺錢的都去掉 賺錢的好好留下來 然後轉換成一個 AI的一個方向 未來應該是在 未來日本的Shop 大而可及 我們再來看它會怎麼辦 好 趕快回來 我們一起跟豐田江南說抱歉 我們來看當年大家都在發展電動車的時候 Tesla正風光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電動車怎麼看 就是市占率的三成 所以豐田沒有要全力發展純電車 他認為還是要發展一些輕能 發展一些油電混合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動力來源 那時候大家覺得說 你就是因為你們家豐田賣得很好 你既得利益者 所以你都不思求心求變 但是現在看 慢慢慢慢的他講對了 我們來看電動車站 美國的新車的銷售量 拜登說2030年要有五成 但是現在2023年只有一成不到 而且你在消費者當中 你也覺得大家買純電的 好像買了之後 會覺得好像應該買油電的 好像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現在回頭來看 整個這所謂的新能源車 到底版圖出現了什麼樣的 一個變化呢 郭政哥 對 美國甚至出現一個呼聲是說 可能大家要生產所謂的 油電混合車 而且很多車廠就說 可能這已經不是一個 過渡性的選擇 而是長期性的選擇 以前大家覺得油電過渡 然後最終全部存電 對 那這個大趨勢 是美國正在喊出這個呼聲 所以也回應你說的 沾田沾南可能是對的 而且現在在投資的話 大家長期看的話 那可能投資電動車或選擇電動車 未必是正確的選擇 那我們來看 美國現在發生了什麼現象 為什麼會有這個呼聲出來 是因為當然拜登的關稅戰 確實產生了一個很巨大的效果 什麼叫很巨大的效果 如果是在美國的電動車是在裡面 你看不到中國品牌 對 你完全看不到中國品牌 那在美國也找不到 可以找得到 四萬美金以下的電動車只有五款 那如果能夠領到拜登 七千五百美金的補貼的中國品牌 只有吉星 波拉斯塔這個品牌 只有他領得到 那整個美國其實你看不到 所謂的中國電動車 以及四萬塊美金以下的電動車 那這會產生什麼現象 就是你說那件事情 電動車很貴 然後再來電動車的充電站 蓋得很慢 快充也很慢 整個美國加油站有十二萬個 可是電動車的充電站 只有六萬四千多個 快充只有一萬個 所以里程交易跟大排長龍就會發生 那整個現象為什麼會這樣 一個道理就發生了 因為拜登在加關稅 所以中國車要賣進去很困難 2024年加到100% 鋰電池它也加關稅 所以相對的鋰電池也很貴 當然充電樁哪裡製造了 也可能比較多 還是中國製造比較多 所以一個兩個三個 全部都把它封住 所以美國的電動車的價格 就高居不下 所以美國就會出現一件事情是 我們選擇電動車的人變少 那也另外一個思維就出現了 美國勞工統計局 就去統計一個數字 整個美國 當然現在美國有大選嘛 所以最關心的問題就是 民生跟就業嘛 整個美國如果跟汽車相關的人 是99萬5000人 其中有一半還是做零組件的組裝 那就很有趣囉 如果美國全面開放中國的電動車進來 那這99萬5000人的工作機會怎麼辦 所以就有一個州就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叫懷二民州 在今年他們的參議員還是投票 有參議員提出來說2035年禁售電動車 禁售電動車 竟然提出這樣的法案說 我們這個州來投票 我們來投票叫2035年禁售電動車 結果當州裡面的議員們全部都支持 民意也支持 當然這個法案還沒修 可是 支持不要賣電動車 不要賣電動車 對啊 事實是這樣 那懷二民州為什麼選擇 為什麼我要講到懷二民州 99萬5000人 懷二民州會 當地的居民就接受訪問說 你為什麼會做這個選擇 原因很簡單 請問電動車跟我們懷二民 我們最有名的叫黃石公園 我們黃石 你如果看過美劇就知道 美國人的利益最重要 為什麼有這麼嫖悍的農場 你要想到的時候 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們城市人在講電動車的革命減碳 我們是第八大石油生產州 我們的有沒有電動車跟我沒有關係 美國人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如果中國供應鏈進來的話 那99萬5000人怎麼辦 同時另外一個問題 也在美國的車廠裡面 產生一個討論 中國都說彎道超車彎道超車 為什麼要彎道超車 是因為前面有一個像豐田這樣的 100年你都沒有辦法超越它的 叫做引擎 引擎沒有辦法超車 那如果我們把彎道取消掉 我們就還是繼續比引擎 我們不比電動車 有這種是不是 你已經快要超車我了 我不跟你比這個了 我們還是回到燃油車跟你比引擎 對 那這句話會不會講出來 懷二民州講的事情會不會講出來 我們來看銷售量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油電混合車在美國的銷售量 確實非常的驚人 你看就在今年 哪一條線是油電混合 最上面那條線 9萬衝到13.8萬 那美國就會比較出來的 為什麼因為油電混合車比較便宜 美國的關稅一打下去 大家會覺得我選擇油電混合車比較划算 一下子就上去 它旁邊下面是電動車 所以電動車你看它就趴在那邊 純電的銷售也都趴在那邊 散步來 美國確實出現了油電混合車 銷售的領先的狀況 同時各大車廠的呼聲就出現了 那有幾個車廠講出來 這講出來說 我們應該把油電混合車 列為生產的主流 不是過渡產品 它應該要持續下去 包括福特 日產 通用 現代 這個都是在美國主要的車廠 當然投他就不用說了 因為我領先這麼多 我還用講嗎 那這幾個車廠 他們最大的代表性是什麼 他們都是代表 美國納99萬5千人 所以當大選的時候 尤其是去年美國還經歷了 所謂汽車廠大罷工 美國人的利益最重要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電動車跟油電混合車的趨勢 會變成引擎這個東西 還是在車裡面 那引擎其實是這幾個車廠 對抗中國車廠的最大秘密武器 所以呼聲就出來了 美國人最大的利益是什麼 還是引擎 美國車廠的工作機會最重要 所以要注意這個趨勢 所以加關稅背後沒有說的是 就是彎道超車是不是 我把彎道取消了 所以你就超不了車了 好 那現在油電還是變成了市場的主流 這個純電比例有沒有可能 繼續往下降 油電再往上 我們可以來觀察 另外我們就帶你來介紹一些 最近要新出的小車了 皮卡大家覺得很大很大 肌肉型 但現在有小型的皮卡 而且小型的皮卡 似乎都很討喜 來問問朱老師 沒有 朱老師 在台灣皮卡很少 因為大家也知道台灣道路太擁擠 皮卡都很大隻 實在很不適合 其實車商也知道 很多人很想開皮卡 因為真的還滿帥氣的 可是很大隻 在很多地方就很難開 所以現在車商 大家有自己同開小型皮卡 你先看到福斯這台車子 有沒有看到 外型還滿酷炫的 那這台車子 你看他的車名 跟我們的泰魯格很像 他原本他其實有兩個車名要選 另外一個就真的練Taroko 因為我們的Taroko是T-A-R-O-K-O 他原本有你想要T-A-R-O-K-K-O 那就列起來就一模一樣了 泰魯格 但是他後來選了這個名字 但是還是很像 好 這個當然就是額外的一個趣點 重點是你看到這一台車 它其實最主要要先從巴西來發 在生產發行 所以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可以吃酒精汽油 為什麼 酒精汽油 當然在台灣 我特別查一下 台灣酒精汽油跟95 5000 一樣價格 沒有誘因了 可是在巴西酒精汽油 是一般汽油的三分之二價錢 我查過他們現在最新的價格 一公升核台幣大概21塊 我們的95 5000是30.6元 有沒有差距 差很多 差三分之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誘因 再來你看到這台車 你看它的外型這個樣子 它還有更酷炫 它是全景天窗 這種 很特別 真的 一般我們就豪華叫車 才有在做全景天窗 它居然也是做全景天窗 再來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你看它是有所謂的 MQB模組化平台 也就是說 你知道浮世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大的車廠 它底下有很多的子品牌 當我共用一個平台的時候 我可以節省很大的成本 都是一樣的底盤 再來就是還有這個Skoda Skoda也是浮世底下的 Skoda幾乎全系列 也都用一樣的底盤 所以這台車其實真是滿特別的 剛剛前面講到Toyota 那Toyota 大家也知道也是全世界的 數一數二大廠 可是偏偏它到美國 就踢到鐵板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就是愛皮卡 對 所以我查了最新的 美國汽車排行榜 第一名是福特的皮卡 第二名是通用底下的 雪芙蘭的皮卡 Toyota只排到第三 Toyota當然也有皮卡 可是我就是拚不過 那怎麼辦呢 好 我大概想辦法 所以你看它這台新的皮卡 我也是打小型 可是大家一定會想 這剛好細胞 它這屁股比較小 其實你看它這兩台車 你就左右去對比 浮世這一台看起來是 傲到就是載貨的地方 看起來比較短 然後坐的地方 是看起來比較正常 但是Toyota這一台是 後面的載貨的比較長 可是後座看起來比較窄 其實兩台車大概只差15公分 你你的眼光看它很像不帥 這見人見智 那事實上我有比 Toyota如果跟它 如果一般我們最常看的 就是HighLess系列的皮卡 它整整比那台車少30公分 所以實際上 所以你就算小型 真的是小很多 差30公分 真的是小很多了 所以這就我們看到 是Toyota 它也想要反敗為勝的利器 可是剛剛真的 志祺也提到重點 這次看起來都不太夠 皮卡感覺就是要帥 對 如果以女生來說 你要吸引女生去買皮卡 可能比較難一點 所以你看這一台 所以我看哪一個都不帥對不對 對 美國的新創公司 這台Terra MT1 有沒有看到 雖然也是皮卡 可是造型跟前面 就有點 這個很卡通型 對 就有很明顯的不一樣 可是這一台 不要小看它 看起來真的是很高級很高級 它實際上的長度 真的是跟Mini Cooper幾乎一樣 你看它下面有個圖 去對比 可是不要小看它 這台車子它有經過特殊設計 包含它的後面可以放下來 然後後座可以全部平躺 然後再加上 到那個車蓋放開之後 它的載的量其實是可以非常非常大 所以可以載或也可以去露營 是的 甚至它還可以再加第三排座椅 然後把上面車蓋加裝進去 就是你要買那個配件的話 就變成是三排椅了 這是不是很有吸引力的 對 那再來人家是這個 你看它的這個車的規格 電動車續航力500多公里 而且0百加速4秒鐘而已 馬力高達500匹 你看它前面那幾台 都只有1 200匹馬力 其實差很多 而且充電又快 但是它真的就不便宜 基本上要5萬美金 合台幣150幾萬 好 可是剛剛就想 它對比Mini Cooper 大家想說 如果真的講小型車 Mini Cooper絕對是十足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Mini Cooper也出過皮卡 真的 這很難想像 來 所以你看到右邊這一台 當然它早就停產了 這是1972年出產的 Mini Austin的皮卡車 有沒有看到 也是布里拉高級 這台車在幾年前被拿出來拍賣 你看它整個車子 這很可愛 這可以拍電影 真的只有3.4公尺 實在很小 那馬力也只有幾十匹馬力 可是不要小看它 如果你看它的內裝 197幾年人家裡面 這個汽車音響只有CD音響了 而且還有用很高級的 德國的這個藍點的喇叭 所以這台車被拿出來拍賣 可是我很努力的 要去查它的拍賣架 我沒查到 我只查到另外一台1979年出廠的 一樣拿出來拍賣 拍了15000英鎊 和台幣大概60幾萬 但是這台更老 狀況更好 應該會更歸 好 所以這個小皮卡 現在還蠻多的這個車廠在出的 就是要給這些國家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路 但是小皮卡也有它自己的市場 介紹給大家 好 我們帶你們看看00940要配席了 哇 應該很多人手上都有00940 來 第一次配席配0.05元 就是如果你有一張的話 配你50塊錢 好 那我們來看到 年化配席率5.88% 好 這樣大家有滿意嗎 那其實很多月月配的都已經配了 我們剛剛有請永明哥 帶我們一起來看看 929也配了 919也配了阿貼席 好 現在怎麼看 我們先看940配0.05塊錢 第一個當然940 這個是全村的希望 好 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在關注 但是因為他宣布了配席之後的話 就產生了暴動 好 那我們先來講 因為當初00940有個製救會 那後來股價回到了10塊錢以上 變同樂會 然後現在又配了席之後又暴動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數大必有枯枝 那就七嘴八舌在裡面討論 首先我們來講 他配席這件事情 早就已經超乎預期 他就不應該在這個時候配 他能拿出來配已經很了不起了 對啊 對 因為人家當初是在講 上市之後的七個月 對 對 那他現在為了體恤 或者是關心這一些 之前買到 比如說如果你一路沒有往下攤的人 他給你這樣的錢 所以大家還在這邊嫌 你這個地方這樣子 只有配50塊錢 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他輕錢 輕到流汗 被你們責到流汗這樣子 我如果是元大的話 早知道要被嫌的話 我就不配 那不配 可能你們也會有話 這個是負子其餘的問題 但我如果站在00940 投資人的立場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能把設定搞錯了 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本來做ETF 就比較中長期 對 那你公司其實在領了這些成分股的席之後 你還沒有很大的資本利得 所以你的平準金沒有拉很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不應該賠 因為你這樣子累積出來 你比較大的本位 來在滾動的過程中 你才能夠創造更多的錢 是啊 那你現在有點殺雞渠染 為了滿足這麼多 因為他的投資人 他的這個受益人 已經從當初的80幾萬 變到90幾了 變到96萬人左右 如果我沒記錯 因為有人在10塊錢 以下就很開心 以下就一直買 所以大家在想說 會不會有人射了停損 在這一塊射了停損 結果沒有耶 結果反而是收益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他的金額已經來到了1800 1800多億 原先大概是1573 剛掛牌的時候 那現在1800 很快就可以到2000 2000大概已經位居於 我們現在所有ETF裡面 應該是排名前3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以他的年化報酬率來講的話 6% 那因為現在大家的胃口都被養大了 就是沒有8%給免談 對不對 甚至10%以上才叫做正常 這個其實是不正常 對因為 所以你一配就被罵到不行 你6%我覺得大家心態要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幾年 大概ETF 尤其是高配期的ETF 把所有人的理財觀念全部都顛覆 所以保險拿錢出來 或者是定存抽錢出來 都跑去買 所以為什麼台股跌不下去 就是因為這些人 就變成台股的安全器 對 就是你變相的所謂的散戶法人化 我去買了ETF 然後ETF透過投信再去撐台股 對 這個就跟我們早期用散戶大取 在2萬點進場的時候 早就要崩盤了 但是現在他們把它撐住 那現在7月11號這樣的配息的同時 我們去看其他的ETF好像有貼息 因為前幾天大盤不是跌了一個400500點 對不對 所以導致於貼息 但是貼息有沒有關係 如果說你是00919 因為他已經掛盤滿週歲了 那如果說是你在一年裡面 有經歷過這樣的人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說貼息還好 還好 因為如果他還原之前的一些 比如說回歸到之前的一個 其實貼息都會回來 對 你給他時間 沒問題的 那再來的話00929時間比較短 因為這個是計配 19是計配 29是月配 那當然在我個人的觀念裡面 計配會比月配好 不要拉到半年或者是年太長 為什麼呢 因為計配的話 一個產業在變動的過程中 我的換股 一年是兩次 那這樣子的話 我滾動的錢累積比較多 我才能夠創造比較高的一個報酬 就像你要投資你的本大的話 你這個滾石不生胎 你這個一直在滾動的過程中 那個錢 我賺一點點錢一直配給你 我就一直配給你 一直配給你的話 其實我的錢相對來講是少 我能滾動的一個創造出來 所以投資人有的時候 就是看短看長 你買ETF 如果你把它當成是短線 當中來做的話 那當然另當別論 對 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設定要清楚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再來看其他的部分 那現在其實 包含915900跟這個919 如果以今年的報酬率292422 其實都不錯 但是現在我還有另外一張 比較重要的資料 要給大家來看 就是說這一張 這張是什麼呢 我們針對00929 00568789 19940 這個是現在台股最紅的 五檔ETF 那這五檔ETF 我們比較第一個 它的面額是多少 當初它發行的面額 第二個的話 它滾動到現在 它的收益平準金 就是我實際上拿到的股息 第三個的話 我在每次換股的時候 我產生多少的資本利得 然後最後最次的配息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就是我去把B加C除以D 就是等於是我有多少的收益金 加多少的資本的平準金 我去除以配息之後 我總共可以配幾次 所以這個叫倍數的概念 就是31.8次 那這個是21次 這是17次 就等於16倍的意思 這個是6.6 那這個是多好還少好 當然是多好 就是我累積非常大的一個箱底 就是我要嫁女兒 台南要嫁女兒 我有一牛車的嫁妝 那我只是現在哪一部分出來配 那一定有底是比較好嗎 對不對 就代表我未來 我還有很多錢 可以去賺錢回來 一個是賺錢 二來是在大盤不好的時候 我也可以拿息給你 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你倍數 比較相對 口袋很深的概念 我下來這個 如果6.6的話 我如果真的要拿來配息給你 然後我搞不好 就沒辦法操作了 這個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倍數越高的 一定都是涉及到 它前面的換股或者是操作 它真的是得當 所以如果排序是 929 56 878 19 然後跟940 那這兩個東西 這些東西都可以給大家做餐 尤其是929很了不起 即便它是月配息 但是它還累積這麼高的一個 對啊 它是怎麼弄的 它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 由這一點來看的話 把眼光放長 因為你要的不是現在的報酬 對 謝謝永明 在空中 事情會 happens 谢谢大家